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如说说有什么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提升免疫力 首先就是维他命A 它是帮助我们调节免疫系统和肺的健康 我们可以每个星期吃三次一些橙黄色的水果蔬菜 好像是木瓜、红萝卜、南瓜等等 然后我们要注意每日吃维他命C的食物 大家都知道新鲜水果有维他命C 另外灯笼椒和西兰花都有丰富的维他命C 还有维他命E 是一个抗氧化营养素都帮助我们减低身体的炎症 可以吃坚果类、种子或牛油果都会有丰富的维他命E 另外还有维他命B6 其实B6是帮助我们的睡眠质素 所以如果我们睡得好我们的免疫力都会好些 就好像是香蕉、椰菜等食物都会有维他命B6 最后就是叶酸 叶酸我们可以在深绿色蔬菜和红菜头里面都会有叶酸 叶酸是帮助我们做血功能 另外我们会说一些矿物质 好像是铁质和新质 铁质是帮助我们做红血球的 我们是除了吃红肉、蜆肉之外 其实干豆类的食物都会有丰富的铁质 另外新质可以在蠔、鸡肉、全谷物类 例如蜜片、糙米、坚果类都会有新质 以上说的营养素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免疫力改善